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条件判断语句 Val循环 Fal循环和Val循环 这样这四个基本的12流程控制方法 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F 在学F之前呀 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测试语句 就是Test 用中关号扩起来 里面是我的测试的条件 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 那我就需要先来判断这个事怎么做是正确 当然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 谁来判断呢 是由我们自己的这个主观意识来判断 有你的生活经验 你的知识体系 反正你觉得对 他就是对 对吧 那判断完对或错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要进行一个 如果我认为这个事对 我应该怎么办 我因为这个事错 我应该怎么办 那用什么来判断呢 就是用我们前面说的Test的语句 Test的语句 那Test的语句其实非常多啊 这个咱们其实已经讲过了 非常多 很多种 也就是说最常见的就是判断这个家伙 是不是一个文件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干嘛 测试一下 判断这个 Root下的这个目录 是不是一个文件存在 如果判断结果正确 到了问返回就是零 如果判断 假设判断Root下一个不存在的文件 那么他的返回结果就是非零 那这是靠Test来进行判断 靠他来判断 那判断完成之后呢 如果正确 或者说如果这个文件存在 我要执行某些工作 我们前面其实是用的 双按的 也就是逻辑 可以打印yes 双数杠 逻辑或打印no 如果这家伙正确 我就执行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这个家伙 判断完不正确 我就执行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经常性的需要碰到我们这种 碰到一个问题需要抉择 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吃吃面条吃米饭 那我是不是要看我当时的心情 今儿好像中午跟李梅老师打球 这家伙被我 夸夸连扇几个大帽 我很爽 那晚上为了庆祝一下 来一堆面条了 我可能就主观想吃面条 那如果想吃面条 执行这个东西 如果判断完 想执行这个东西 就是执行扣断 但是啊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碰到的这种判断 是用我们主观意识来进行的 那要是要想计算机来进行判断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定的语法 比如说用test进行测试 测试完之后 用逻辑语来决定 我正确的时候执行什么动作 如果是错误的时候 执行另外一个动作 但是这种判断方法 写起来其实这个过长 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看起来逻辑不是很清晰 那我们的AF 其实说起来 跟他基本上是一个作用 比如说我们来看看他的格式 我们来看看他的格式 我们先来讲 单分之AF条件的决定 他有两种写法 第一种 其实区别就在这 这个z z呢 代表那么 如果这个条件正确 那么 执行这个工作 哎 这就是这个语句的作用 对 比如说 林文老师去下个小电影 他想看看电影 对吧 那么他要有一个判断式 当然这个判断式 如果是人 我们主动的在大脑里去做 但是如果是计算机 就需要我给他有一个格式 按照我的格式来执行 我下载的电影 判断 他的主演是谁 如果是高老师 那么 把这个小电影 可以放在桌面上 最显眼的位置 写清楚 甚至可以写清楚 注意 这个电影不要看 然后故意放到这个 电脑里 让他老婆检查了 说 哎 这个电脑 这个电影不要动 你打开一看 高老师 咱那执尔巴先讲PVP 然后呢 林哥就是逆证言辞的 给他老婆说 你看 让你不要动 实际上你乱动我的电脑 对不对 但是如果主演是苍老师 那这个时候 他的动作就是 可能是 把他藏在移动音团里 找一个最不其二的角落 然后还隐藏起来 还改一个乱七八糟的名字 比如说 这个课程排课 哎 这样的话 他老婆一看啊 这个课程排课 或者根本就找不到 那这个就是 根据判断的条件 实行的动作 当然 单分之与据实 只有这个条件 判断成功 判断是正确 则执行这样的工作 也就是我们说 这里 他只有 这个 如果这个条件 判断成功 则执行这个工作 如果这家伙 判断不成功 则啥事都不干 这就叫做 单分之条件 那换句话说 那肯定还会有双分之 也就是说 条件如果成功 执行什么工作 条件如果不成功 执行另外一种工作 那待会我来看 但是啊 单分之条件 大家可以注意 另外一种就是把判断 是用中通号扩起来 那也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的 if真的 它就是test 所以你要小心 我们讲test的时候说 这个地方的控制 坚决不能收入 否则会报错 这是单分之一 这是我们 留存控制当中 最基本的一定理法 也不难 那我们举个例子 还有看一下 我们这个几个注意点 其实注意点是什么事 比如说 第一就是说 这里 可以写到这 也可以换行 第二呢 我们是在linux的事当中 是以if开头 以费结尾 跟我们其他 所有语言都不一样 我们其他的语言 都是什么 大括号开头 反大括号结尾 但是呢 这家伙是if开头 结尾呢 是费 把这个单词反过来 把这个单词反过来 我们后面 还会看到类似的 好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注意点 第一个是注意这个写法 第二个是注意结尾 第三个呢 就是我说了这个事 这个中间 其实是一个test 好 看一下 哎 if开头 费结尾 这个中间 这个家伙 其实就是test换到 然后呢 你的zine 可以跟 直接放在这个之后 用这把隔开 也可以单独换行 也可以单独换行 这时候就不需要 好了 那我们看看 看个例子 这个例子 虽然不难 虽然不难 但是 在实际工作当中 它是有一定的使用逆子 我要干嘛 来看看 我写的这个句话 首先 这句话的意思 我说 标称 我写的这个脚本 是Linux当中的12脚本 这句话 在我们的Linux12脚本当中 不可以省畏 不能不写 必须写 它相当于我们写程序 或者写 html语句之类的东西 这个时候 我要写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标称 我以下写的这些 所有的内容 都是Linux的12语言 注意 如果是在一些 较为简单的12语言当中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一个程序 是所有的内容 都是12语言 这个时候 这句话可以省略 你不写也没关系 你的脚本可以正确执行 但是在一些 比较复杂的12脚本当中 在12脚本当中 还可以嵌套一些其他语言 比如说 我们后面做练习的时候 就看到 我们进行重启的时候 我们需要跟计算机 进行人机交互 这个时候 就要嵌入Sπ 那这不是12语句 它是TC语句 那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写清楚 我一部分 这一部分内容是12语言 否则 这个脚本是不能正确执行 换句话说 这句话的作用是标称 我以下写的语言 是Linux的12语言 在较为简单的语言当中 这句话不写不会放送 但是在较为复杂的情况下 如果不写这个家伙 有可能就会出一次 所以这个家伙 不是注释 我们一直说 Linux当中 警号开头是注释 但是 只有这一句话是例外 它是有含义的 我们所有的脚本 都不应该省 我多说两句 这句话 不要省 有些人会觉得 我们很多同学都会觉得 老师 你非说这东西不能省 我偏要不打试试 然后打完之后发现 好像也能执行 他就来找我 超哥你忽悠我 你说这家伙看我不写 也能执行 那我说了 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写执行 是因为你写的脚本太简单了 如果在一些复杂的情况下 这句话必须的 好了 然后呢 这些就是注释了 我这个程序是 进行这个根分区的使用率计计的 然后呢 标签一下作者 还有我的联系方式 对吧 好 接下来 其实这句话 这个判断非常简单 关键是这一句话 是这个语言的 这个程序的 这个关键 那其实我们很多学员啊 在上课的时候都在问 说超哥 你讲的这些流程和变量赋语 这些东西其实都不难 都很简单 但是呢 你讲完的东西我都能看过 但是让我自己去写 我很难再去写出来 你只要变化一斤点 那种我就写出来 所以他就问 他的感觉是 我好像没有想清楚 或者说建立靠这个编程的思想 和编程的逻辑 所以啊 他给我的意见就是说 老师你讲课的时候 能不能重点讲一下编程的思想 或者说这个程序如何设计 其实我说 我们来分析这个程序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在建立编程思想 或者说来告诉你 帮你来判断 这个程序是如何设计的 但是每个程序都不一样 他的设计的思想 甚至不同的人去写这个程序 我们实现同一用 每个人去写 写出来可能都不太用 我只是敲了一种方法 那哪种方法好 或者说我怎么能够知道这种方法 超哥说 这个东西哪来了 多列 你把我讲的这些例子 敲个二十遍 当你再碰到类似的时候 你就会有思想 就这么讲的 我一直在跟我们学员讲 我们的所有的自尊机技术 不是学会 而是练会 我们说 不管是咱们这种视频 还是我写的书 还是远程教育 其实跟我们 跟我们在本期讲的东西都差不多 甚至我们录制的这套视频 远要比我们上课的时候讲的细 但是我们的学员 尤其是没有基础学员 他看视频的效果是远要比我们 现场培训 拖展学习的这个效果差了很多 原因就是 大家都知道练习的重要性 但是人都是有过性 如果你没有到学校来 没有我们这样一个学习分裂 你在家 你说你真把它敲二十遍 你真做不到 那学校呢 好 你不做到我就罚你 罚到你做完没成 这就是兄弟连现在最大的 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最大的 这个最好的 什么 很多学校都知道 我惩罚你 你只要能够达到我的效果 毕业的时候就能达到这个工作要求 你就会说学要好 但是在罚你的同时 你就会跟我干嘛 父亲的说 你看你怎么罚我 我们学校天天 我的新班 每个班都有这样一个过程 你怎么惩罚我 我不服 我就不愿意去 那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来对待 当然兄弟连还有最后 如果你真不愿意 你可以走 对吧 那这个其实是保证兄弟连教学指南一个重要的处理 这个做法 但是你在家可能就很难判断 所以我说 这种编程思想的建立 是要在不断的练习和不断的这种 敲的这种命令 不要小看这种重复 它都是有作用 所以啊 我们来看这个程序我是怎么涉及 我想要干嘛 我现在要做的事 我想要看一下分区的使用 如果这个分区的使用超过80% 他就应该报警提醒我 这个分区这个快占满了 当然这个到底是大于80%还是90%都是你提变 你来设 免得什么 当我有一天一不小心把密码写满了 我还不知道 从而导致服务器的不能进场使用 这就是我设计这个程序的最根本的命令 那好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分区的使用状况 其实我们大家都记得 有这样一条命令 在这里 这其实就是这个分区的使用率 我的根本区已经占用的空间是12% 那就说 如果当这个数大于80或者90 都你自己来判断 我就应该提醒关系 你的这一台服务器 某一台服务器 它的使用硬盘空间 根本区快占满了 你应该进行人为干预 那怎么来实现这个程序呢 有人说 打开看一下不就看见了吗 那当然 如果你是人类执行 你直接看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说 我需要让程序自动来执行 程序来自动执行 那怎么来做呢 我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数值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 判断它是否大于80 如果是就报警 如果不是就不理它 然后让我这个程序 每天都执行一次 或者每周执行一次 每周有点长 每天执行一次 让它自动 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再担心 我把硬盘写满了 但是我自己没发现 如果我说 我们维护了 只是一两台服务器 那完全可以通过 人手工来操作 我就不需要程序了 我自己来看 但是往往我们维护 服务器的时候 不是一两台 而是成百上千台 这个时候完全要靠 手工来做 基本不可能 这个时候就需要写 完善这种监管 当然这个程序 是一个举例 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 可能会要远比这个东西复杂 甚至现在我们都有 专门的监控服务器 比如说CCTR MTG等等等等 但是另外 那是另外一件事 我完全可以不用它 我自己来写 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要做什么 把这句话提出 那我们现在首先 我们就应该想到 格尔普 格尔普提取 提取根分区 这一行 把其他的都去掉 我只要这一行 然后我要提取的是 一二三四五 我要提取第五列 那么我们讲过了 AWK 没错吧 Frent F Frent 然后呢 到了第五列 我们只要提取它 但是 这里提完之后 它是百分之十 我待会儿要判断的时候 只能判断数字 数值 而不能判断字串 我要这样直接判断 TEST的语句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判断百分比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再提取一下 只提取这个数字 怎么做 其实还可以再有AWK 但是我们说CUT更简单 杠 D吧 应该是 杠D 然后指定 拿百分之上 作为分割符 杠F 提取第一列 就会提取这个数 也就是说 我写的这句话 就是这句话 它的目的是 提取出来 DF 命令当中 根分区 当然我这个例子上的根分区是SDA3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根分区是SDA5 当然 按照你的实际情况来判断 实际情况 那这个脚本可能只能适用单独的计算机 只能适用单独这一台 提取出来之后 把这个数值提出来 然后把这个命令的结果 付给一个变量 叫做Rate 那也就是说 Rate的这个值 就应该是刚刚这个数12 然后判断 如果Rate大于等于 不记得 我们回来看看 我专门 因为我们说TES太多了 其实是我自个记不住 那我就说 我们为了看看 刚这一 是判断第一个数是否大于第二个数 如果大于则为真 那也就是说 我要判断一下 这个里面的值是否大于80 如果是证明你这个硬盘快降满了 我会干嘛 打印一个警告 警告信息 汪宁 这个分区is4 其实这是我们做实验 所以这个警告只是在硬盘上输出 在屏幕上输出一行 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我们应该干嘛 给我的管理员发封邮件 这份邮件的内容是 你的这个分区快降满了 对吧 邮件的内容我们讲过 直接写一句就这样 那这就是这个脚本 那我们试试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脚本 好了 我把这行命令复制下来 省了我待会再写 那我干嘛 我创建一个sh的目录 cd到sh当中 它是我第一个程序 f if e sh 我们说Linux的脚本 不是所有的脚本不区分过两边 但是只要写成这个 哎 这我不要touch 直接VM 我只要写成这个 系统就会知道 我写的是一个12脚本 他会尝试使用这个颜色来帮助我 所以啊 我打开 所有的脚本我说 都必须这样开头 标称 我写的是12脚本 对吧 那接下来这个注释 还有什么作者我就不写了 我直接写 RAT 变量名等于 其实这个变量值 变量名字你可以随便付 你可以叫ABBCC 都写 但是超哥的意见是 你的变量名车和脚本名 都应该是有实际含义的 而不能写ABC 这样的话非常容易是吗 今天知道是什么 第二天就把它删了 对吧 好了 现在这个RAT的值 就应该是SDN5这个分区的什么动物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判断了 F 中框号 如果 $RAT 杠 这一把 大于 等于 80 那么 我需要执行一条语句 Echo 这个 DV下的SD 5 S4 报警 它满了 然后 当然我说 我们这块只是做实验 如果在这个脚本 你要放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这块应该是给观点员发送邮件 因为你显示到屏幕上 你仍不一定在屏幕跟前指数 有可能你没在 是吧 那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这个脚本 首先 我们说 所有的脚本要想执行 给它赋予 执行前线 然后执行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明确的知道 我们的这个硬盘 还没有使用率达到80% 所以这个脚本执行完 没有过任何事 那要想看一下 它想 它能 它的变化怎么办 把这数改小点 只要超过 10% 就报警 那这个时候 执行一下 看 它就会报警 哎 这个硬盘版 那这个脚本写好了 脚本写好了 我怎么用它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讲系统定时任务 我们后面 马上下一个章机 就要去讲系统管理 讲完系统管理当中 就会有一个叫做系统定时任务 也就是说 在指定的时间 让我的计算机执行指定的工作 那如果我把这个脚本写完了 我就可以让它每天 在负载小的时候 比如说凌晨四五点 让它执行一遍这个脚本 用来判断 我的分区是否站满 那如果没站满 这个脚本就不会执行什么事 如果站满 会给我发一新情况有些 我只要看到警报邮件 就应该处理自己的事情 这就是第一个例子 判断分区的使用率 我们利用的是单分之F语句 非常简单 在这里啊 我不知道同学们感觉到 我们的十二脚本 它最大的一个功能就是什么 把一些非常枯燥的工作 需要管理员 本来说应该说 本来是我每天都执行一遍这条命令 来判断我的分区是否站满 但是人呢是很有可能会忘 而且我要每天把几百台上千台服务器 全都执行一遍这条操作 会类似 那怎么办 这就是靠程序来简化我的这个操作 比如说 我们Linux的十二程序最大的好处 是所有的系统命令 都可以直接在系统当中交用 那这种情况下 当我进行系统维护 需要这个这个不断的重复 或者说非常这种繁琐的工作的时候 用脚本就可以大大简化我的这个工作 我只要把脚本写好 让它定时执行 剩下我就可以该干嘛干嘛 所以那时候超额 给我们学员上课的时候 我说我们那时候在做运维 做游戏运维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很轻松啊 非常 我每天上班 那时候魔兽刚内侧 一开始都不管 我们公司都没人管 然后呢 一上班只有一件事 打魔兽世界 尤其职业班的时候 整个办公室都没人 全公司都没人 就一个人跟他打一宿通宵 他们都很羡慕 哇怎么会这样 那是因为 我们事先把这个服务器的架构 都已经搭建完整 然后把该做的 所有的这个工作 包括报警 这些措施 都事先准备好 这个时候服务器 只要不出问题 我能干的活就很少 所以这就是 运维工程师的好处 啥意思 如果你事先架构做的好 你的准备工作做的好 你后期就会非常轻松 但是如果你这些东西 没做好 那你就惨了 你就会发现什么 每天都焦脱烂 忙的屁点屁点 但是呢 所有的服务器 不是这处问题 就是那处 也就是说 对于微工程师来讲 可能是越清潜的 越微工程师 是越合格的工程师 当然 这也不能这么绝对 只是开个例子 开个玩笑 好了 这是第一个例子 那 有单分制 那我们还会有多分制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 这个判断是成立 则执行这个在 之中的程序 否则 ers是否则的意思 比如说 当这个家伙不成立 则执行 ers当中这个程序 这其实 才是我们 更常见的这种 判断方式 其实我们强烈显得test 逻辑语 逻辑或 其实就是一个双分支 判断 但是 在脚本当中 我们更习惯的是用if 来做这样的判断 而不是用这个逻辑语 逻辑 逻辑货 对吧 那 我们来看看他的例子 我这里又写了一个备份 举了 举了一个 两个例子 先看看例子 我要备份一下 买Sircle的这个数据库 各位 呃 备份工作是运维工程师 最常见的一个基本工作 那么 如果要想备份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 把它 从原始位置 拷走 然后呢 省得他丢了 多做几个备份 然后呢 做个压缩 如果我有其他的服务器 我可以备份到其他的服务器上 省得把我当前服务器占满 这其实就是备份的基本工作 哎 备份很重要啊 我们在服务器上重要的数据都应该备份 否则的话 有很多情况下就会欲哭漏泪 对吧 呃 但是呢 我们如果自己写脚本备份 我们可能不会写太复杂了 比如说增量啊 差异备份 不会写这些 我们一般都是完整备份 比如说 一备份把整个目录全部都备份 下次备份就把整个目录再备份一备 这种备份啊 比较笨 为啥 因为第一天备份完之后 原有数据就有了 我第二天只要备份新出现的数据就可以了 对吧 那但是呢 我们自己写小本 如果要想实现差异的 就会比较不划算 但是没关系 我们的计算机当中 其实是给我们准备了专业的备份工具的 非常多 比如说档土等等 这五个我们后面都会写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执行完整备份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首先 开始 来 我分析这个程序的过程 其实就是来告诉大家 变成思想 然后呢 作者 对吧 首先 然后执行一件事 NTP 这条命令是时间同步命令 我让我的计算机 Linux的时间 是跟我是网上的这个时间 亚洲的这个时间服务器一致 也说 保证我的时间是主要 然后呢 把当前系统时间 作为这个变量的值 负给变量date 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 我们先执行一下这条命令 我们先执行一下date 它是显示当前系统时间 那么如果我要加 % 2% 月 年 月 日 它就会只显示年月日 否则 普通的date是 把整个年月日 还有星期几 还有小时分钟秒都显示 那我这里 只需要年月日就够了 就够了 所以把这个命令的结果 用到了小括号的方式 负给变量date 这个都讲过了 接下来呢 统计一下 MySQL数据库的大小 诶 肚明令 统计大小 讲过 同时把大小的值 负给size 这个变量 各位 我这里 假设的是 我们的MySQL数据库 安装在了这里 这是 RBM包 RBM 这个安装的MySQL当中 默认的MySQL数据库 如果是圆码包 而不是RBM包的话 如果是圆码包 一般都是安装在 我的指定位置上 Juza Local MySQL 这个目录当中 一般都在这 那 我下这里举例 我假设 备份的是 RBM包 安装了MySQL 当然我说 这个脚本 你只要随便改一改 不一定非要备份这个目录 备份任何一个目录 都可以用它 改个名就行 对吧 我这里啊 先同把当前的日期 用年月日的格式 付给电量 再把大小 付给电量Size 目的是 我下一步 再进行备份的时候 看 执行一个if 如果 我的备份目录存在 刚地 对吧 判断这个目录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 返回真 如果这个目录存在 则执行这些工作 啥工作呢 把当前的日期 看 这个是常量 缘分不动输出 Dollar Date 是刚刚那个年月日 是吧 输出到一个临时文件当中 看 用的覆盖啊 也说如果这个文件里原先有别的内容 直接就会清空 接下来呢 把大小 把刚刚要备份的 MySircle那个目录的大小 这个变量 付给 追加到临时文件当中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 临时备份目录 把压缩 看 他 VCF 压缩的包的名字 叫MySircle Leave GobDate 用变量作为 文件名的目的是 我的这个备份不会覆盖 也就是说 我今天的备份 是MySircle GobDate 2014年 今天是4月8号 那就是2014 Leave GobDate 2014 08 140408 这样一个日期 那如果明天呢 就是140409 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覆盖 这就是 这个用变量名 作为文件名的好处 如果你不这么写 你只写MySircle GobDate 今天的就会覆盖 昨天的 明天的就会覆盖 今天 那打包的原文件 是谁呢 是MySircle 目录 还有我刚刚 产生的这个临时文件 这个临时文件里 记录了备份的这期 时间 还有备份时候 这个文件的 这个目录的大小 所以啊 把它打成一个包 作为一个说明 这个的做法是 把所有的输出 都对这个 丢弃到回收站 我不再看的 最后 删除临时文件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目录存在 我执行 这部分 那好了 如果这个目录不存在呢 则执行 这里的目录 看 手工创建 这个目录 然后 下面执行内容 跟刚刚是完全一样 然后最后费 这就是一个 简单的备份脚本 当然我们说 备份脚本 按照你个人不同的用法 或者说你自己的 需求不同 你可以设计不同的脚本 那我这里 做了这样一个脚本 那我们试一下 那假设 我写一个脚本 这是F2 SH 好了 那我们干嘛 我需要备份 那备份什么呢 我先把 我们的日期 这里日期就不同步了 我的网 我的计算机 好像没有联网 这个必须要联网 才可以同步 那我们就 用当前这个假时间 也没关系 然后呢 把日期记录下来 Date等于 Date命令 加号 百分号 年 月 日 这是 第一个 变量 第二个变量呢 它的值是 DU 杠 S H 我们 现在我没有装 mysuckle这个目录 所以呢 我备份不良 mysuckle这个目录 我没有装 mysuckle服务 那我们换一个 我备份 ETC目录 ETC目录 是系统的重要配置文件 保存目录 这个目录 理论上来说 应该每天备份 都应该每天备份 那好 那我这两个临时文件 这两个变量 有了 接下来呢 我就应该写 F了 F 杠地 我判断一下 探不下的 这个 DB Bag 这个目录 是不存在 如果存在 如果存在 则 执行 这样几个工作 第一个工作 是 把我的 这个日期 输出 到我们的 临时文件当中 对吧 那我们就 echo Data S 到了 Data 注意啊 我的变量是小写 这块不能显得大写 把它 覆盖到 呃 看不下的 DB Bag 这个目录当中 然后叫做 DB 点 TST吧 然后呢 呃 db 接下来呢 打包 - Z C V F V的意思是 显示压缩过程 既然是脚本自动执行 那么 这个压缩过程 就不需要 显示 我直接 不要压缩过程 打包压缩的文件 我直接写的叫做 就叫 etc 下关线 dollar date 点 他点 之 他会以etc下关线 年月日来保存 那么 我没有 这块没有写绝对路径 因为 我这里 好 应该在这里 应该进入一行 cd的 time下的 db back 这个目录当中 因为我这块 备份这个时候 写的是 相对路径 所以我要先进来 那压缩哪个文件呢 压缩根下的etc 和当前目录下的db.tsc 这种文件 原文件可以写的多写多个 中间与空格扩开就可以了 那把这两个文件都压缩到 这个压缩包里 对吧 接下来呢 把 把正确输出和错误输出 全都写在 全都丢到这个回收站当中 好了 接下来呢 我需要删除 原文件 这个临时文件 哎 信号杀驴 是吧 既然这个文件已经打到包里了 所以这个原文件就不要 那暂有了 我们执行 is is的内容是 这些内容 原文不动复制过来 但是我需要 创建一步 is的作用是 如果这个目录不存在 对吧 那我就需要手工 先在脚本当中创建这个程序 创建这个目录 接下来后面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好吧 这就是这个脚本的目录 来 我们执行一下这个脚本 我们执行一下这个脚本 那 这个目录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他会判断这个这一段不存在 所以呢 他会执行的是这一步的目录 那如果当我第二次执行这个程序 他就会执行这里的内容 那所以现在我们只要 75F2.SH 然后F F2.SH 好了 压缩会稍微有一点时间 所以他会稍微等一会 稍微等一会 执行完之后 我们cd要探不下 你就会发现 这个文件目录 默认已经有了 LS一下看压缩文件有吗 他是以ETC加关线 当前的连约日来 这个这个命名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 ZTVF 查看一下 不解压缩 而是看看里面的内容 你就会发现 会有ETC目录下所有的文件 包括临时文件 全都有 好了 这就是这个脚本的作用 好 我们通过这个脚本 来备份了一下 买色格数据 买色格数据 那同样 这个脚本 也应该是用系统定时任务 在指定的时间 每天执行一次 最少应该每天执行一次 对吧 完整备份 再写一个例子 双分支 我可以是否判断一下 阿帕奇是否是启动 这个啊 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 实际生产当中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脚本 各位 当然不一定非要是判断阿帕奇 我可以判断任何服务 这个脚本呢 可以每15分钟执行一次 为啥 如果阿帕奇服务器大了 我找不到阿帕奇了 如果靠我人为去发泄 去处理 有可能需要半天就过去 我可能网站半天就没访问 这个是不能接受的 尤其是在半夜三更路的当点 但是如果用这种脚本来处理的话 他会干嘛 我如果按照我的近视日务 来执行每10分钟 或者每15分钟执行一次 那他会出现什么情况 如果每10分钟执行 阿帕奇是正常的 则什么事都不进行 然后把它记录到日子里 如果不正常 他就会把阿帕奇启动 然后再来执行 那也就是说 他会泡手工来执行 这个手工的来 这个不是通过程序来 自动的帮你来启动阿帕奇 保证嘛 至少阿帕奇当了 我也会干嘛 把阿帕奇重启进去 保证你的网站 不会就是说长时间的 长时间的不能放在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教育 当然我这里写的稍微简单一点 我们在实际功能当中 可能需要考虑的事情更多 需要加一些判断条件 但是这里 其实这个脚本拿去直接用 也是没问题的 那来看看 它是怎么做的 还是 这条语句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这里 我如何判断阿帕奇是启动 要想判断一个服务是运行的 我有多种方法可以做到 常见的有 比如说 我可以用PS定理 在这里面去提取 有没有阿帕奇的进程 如果有 证明阿帕奇是运行的 当然这个不算 这个进程是 Graph命名的进程 而不能说明 阿帕奇运行 而是Graph在运行 所以证明我当前 计算机是没有起阿帕奇 但是 这种判断 比如说吧 我现在把阿帕奇装上 我们的阿帕奇默认 是没有装的 那如果我们的 亚末是搭建好了 那我只要亚末 杠外 只要我们把阿帕奇安装就可以了 装完之后呢 我们启动一下阿帕奇 起来 查一下 证明阿帕奇旅行了 因为有阿帕奇旅行 但是 这种判断 虽然很好 我能判断阿帕奇是否启动 但是 有些情况下是 就算阿帕奇启动了 但是它死机了 阿帕奇服务是死掉 也就是说 如果我查进程 阿帕奇进程是在这 但是 它确实不能响应 我们扣端进去 因为有可能是 别人的恶意攻击 把我的阿帕奇服务 给托磁了 这种情况下 阿帕奇的进程存在 但是 它不能进程正常响应 所以用PS判断 有可能会出现 我说的这种情况 它不一定准 那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判断呢 那 我们就会想到 是不是可以 通过判断章口 只要看到80章口 那么证明 阿帕奇是启动 但是 这样做 也同样 有我刚刚说的那些 它不能确定 你的阿帕奇 是不是可以正常连接 正常提供方案 它只能确定 阿帕奇是启动 而且 不光是阿帕奇 可以占用80章口 我们其他的网页服 比如说IS 也就是说 NJX 它占用的其实也都是Apaq 也都是80章口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通过 它来判断 就会出现 我说这起码 其实 如果是IS 或者是NJX 问题都不大 因为它最起码 它能提供响应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虽然看到80在这 但是有可能 它后台死机了 它根本不提供防问 那最有效的办法呢 超个的意见是 通过NMAP面领 NMAP是一个 这个远程扫描命令 它的作用 它是一个扫描工具 用它来扫描我当前计算机 如果它能正确连接阿帕奇的章口 它就会返回 这个阿帕奇的这个状况 是open 证明它是打开的 而且可以正常防御 那我个人认为 这样更准确 大家自己来判断 其实我说 不管是判断80 还是判断进程 其实都是没有 但是呢 我推荐大家使用NMAP来判断 那NMAP命令呢 默认是没有装的 我们安装一下 装好之后呢 这条命令的格式 我们当然啊 它的功名非常强大 NMAP 说到这个命令 超哥想起一个电影 黑客记忽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当年啊 黑客帝国第一步刚开始放到什么 1999年 大概不到2000年吧 呃 当时为了掩饰那个计算机那个操作 哗 有很多数据人的闪不停的事 其实它在电脑里执行的就是这种 当时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 哇塞感觉这不就是NMAP啊 还挺有意思 是吧 那但是呢 它呢可以执行很多工作 我们今天呢 就用它来扫描一下 杆ST的意思是 扫描指定服务器上 开启了TCB状况 那这里就会看到 看 阿帕奇 是开的 是开启的 那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截取 这个命令的输出 如果这个结果是open 那么证明 阿帕奇服务是正常的 否则 我就应该通过程序 来重启 阿帕奇的服务 那怎么来截取这句话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先要做的是 排除这些干扰项 那我现在做的第一件事 我是先 只提取包含TCB的行 也说 只要这三行 在包含TCB的行里 我们再提取 包含阿帕奇的行 我这里并没有提取80 因为 在我们有些服务器当中 有可能会出现8080 这样的端口 那这时候如果提取80 就会包含这个端口 就会干扰我的程序 所以我提取它 更准确 那就说 我只要提 HTP 只要提到这一行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 截取第三段 把第二段 截取第二段 然后把这个命令的结果 付给变量 付给变量之后呢 我假设 把它的结果 付给了变量泡菜 然后呢 我就需要判断 如果泡菜的值是open 注意 比较两个字符刷 是否相等 使用的是双等号 来 我们看看 比较两个字符刷 是否相等 使用的是双等号 对吧 那好 如果相等 则证明 阿帕奇服务正确 不需要做任何操作 那我只要记录一条日志 这块把date 没有到了date 只是执行一下系统命令 在这个时间 阿帕奇是正常的 写在正确方文里 否则 如果这块不是open 检测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启动阿帕奇 把输出结果丢到垃圾箱 同时记录 在这个时间 我重启了阿帕奇 记录在错误时 到时候 这个脚本 我让系统 只要每15分钟 执行一次 这样的话 我第二天 我只要看错误日志 里面有没有问题 就可以知道 在我这一天的时间内 阿帕奇是不死机 对吧 这就是一个自动 重启阿帕奇的脚本 这个脚本啊 非常常用 非常常用 我超哥有很多朋友 他是PP工程师 对Linux的事不是太了解 这时候他都会找我 说第一个事就是干嘛 找我写这样一个脚本 那在这里 超哥告诉大家 那我们写写试试 现在我把这个命令 已经有了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VRF3 CG的SH装住 F3 SH 然后呢 然后呢 直接不写试试了 我直接写了 我们的这个叫做 变量叫啥 随便写这个吧 POSE 我随便写个变量 其实这个我最讨厌 起名字了 所以我看一下 刚刚的名字起了啥 好了 然后呢 把他的结果付给他 然后呢 就是判断了 判断 Dollar POT 是否等于 OP 注意啊 我再说一遍 这两个 之间 必须有空格 那如果是等于OP 说明 如果等于OP 说明APA 其实正常的 那这个时候 我只要写一句 HTTP is OK 当然 我应该是不是写了时间 Dollar 在这个时间内 注意小括号 扣起来 才是系统命令 在这个时间内 APA 其实正常的 我在 我在系统当中 我把它写在了一个脚本当中 写在脚本里 就写在这吧 HTTP HTTP 下滑线 ACC.log 那 如果不是呢 如果 这个 变量的结果 不是我 那说明 APA 是不是正常 这个时候 我就应该 重启APA 用绝对认性 这时候就不要用 service命令了 UTC IC.D IIT.D 下档 APA Restart Restart 然后把 它的输出 放在 回收站里 同时 记录日制 在这个时间内 APA Apaq reboot 来 APAq reboot 把它放在 看不下的 HTTP D下的 下框线 Aroboot 好了 那么试一下 负义权线 F3.10 执行 下档 F 我们都知道 现在APAQ 我刚刚启动了 所以执行完之后 我们cd到 time当中 我们看一下 正确访问日志 有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日志的内容 在这个时候 APAQ 是正常的 那如果我把APAQ 请讲 好了 这个时候呢 再执行一下 root下的 F3.sh root下 sh目录下的 F3.sh 好了 这个时候 我们看一下 错误日有了 我们就会 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内容 APAQ 是重启了 而且如果我们 去查一下章口 80章口 也已经启动了 因为我刚刚 是不是已经 把APAQ停对边了 对吧 证明脚本正确认行完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只要把 这个脚本 用系统定时任务 每隔15分钟 执行一次 就这么见 好了 我们通过 这样两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 双分支 F一句 这什么方法 这两个例子 在实际工作当中 都是非常常见的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多分支 F一句 它的作用就是什么 如果判断条件是一 这个条件是一正确 则 执行程序一 否则呢 判断 如果条件是一不正确 则执行判断条件是二 如果条件是二正确 则执行这个 接下来你还可以判断条件是三 这个判断是三四五 到最后 如果所有的条件都判断不正确 则执行二次 看一下这个例子 写个小脚本 判断一下用户输入的是什么文件 这种脚本是最容易 就是用这种多分支 首先干嘛 用锐的 让你输入一个文件名 接下来我要判断 你输入的是什么东西 那有些人很坏啊 他有可能啥都没输 直接回车就完蛋 那这个时候 我首先要判断的是 这家伙是不是唯空 如果唯空 则报错 请你输入一个内容 然后执行exit 跳出 跳出的返回代码 我自定一个一 这个时候到时候 我如果在这里 跳出了 我到时候去查 刀断问号这个变量 它的返回值就会是一 那接下来呢 就算我 你输了内容 你输的东西不是空 就算是 但是有可能你是瞎输一通 你输的根本不是一个文件名 所以我要先判断一下 你输的这家伙是不是个文件 看刚一是 是文件 则为真 不是文件 则为真 但是呢 我加取返 不 刚一是 是文件为真 那我加一个取返 感叹号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不是一个文件 则 执行这个报错 先进输入一个文件名 然后退出程序 注意 这里如果不写exit 你的脚本虽然这里判断完 执行了 这条面的执行了 但是它还是会继续向下 而不会终止我的f语句 那这个不符合我们的这个程序的这个设计的初衷 所以像这种报错程序 一定记得 报错完一定要跳出程序 否则下面的内容就还会继续 所以啊 我前两个这个f都加了exit 目的是一旦报错 一旦发现你输的是空 一旦你发现你输的是一通乱七八糟了 我后面这东西就不需要再判断了 直接跳出就可以了 明白 接下来呢 判断你输的是不是一个普通文件 判断你输的是不是一个目录 如果是目录 打印你输的是个目录 如果是文件 打印你输的是个文件 否则 打印这个东西是另外一个东西 它不是既不是目录文件 也不是普通文件 而是比如说可能是什么链接文件 管道服文件等等 特殊文件 好了 这就是这个脚本的作用 这个脚本实在非常简单 但是实在有点长 我不写了 我复制一下吧 偷个来 好吧 我们执行一下这个脚本的作用 cd的sh当中 vf4.sh 那么复制一下 接下来呢 复制 好 哎 这也多痛快 那我们执行一下这个脚本 好吧 那首先要做的事情是 赋予执行权限 接下来执行 f4 它会让我 哦 等一下 第四行的命令没有发现 我们打开看一下 第四行 哦 它是可能是因为复制过来有乱码 我把这些注释删掉 免得干脏我的程序 应该是复制的这些内容有乱码 因为我们说过了 windows的回程式和Limits是不一样的 对吧 现在再试一下 好了 让你输入一个文件名 这个时候呢 我啥都不输 直接回车 他就会说 错误 请输入文件名 这是哪来的报错啊 是我自己写的第一个报错 对吧 因为他错了 所以如果我查询 dowell问 他的返回值是1 因为我自己写的返回值是1 哎 程序的返回值是可以自己定义 那接下来呢 我再执行 我不是不输 而是我随便瞎输一通 他会说 你输入的不是一个文件 这时候再去查返回值是2 因为我在这里定义的返回值是2 对吧 那接下来呢 假设我输入一个目录 我假设输的是root目录 他就会说 你输入的是一个目录 因为他执行下面这些程序 他就判断啊 这家伙是一个目录 所以执行 那我如果输的是一个文件呢 比如说root目录下 呃 比如说输的是root目录下的sh目录下的f4.sh 它是一个文件 所以呢 你输的是一个二经质文件 对吧 诶 入了普通文件 这就是多分之f 多分之f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我们讲了f一句 讲了单分之f 双分之f 和多分之f 然后通过一些实际的例子 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f语句的实用 f语句是我们程序流程控制当中最常见的最基本的一个流程控制语句 大家应该熟练应用和这个多加练习 还是这句话 其实我讲的这个时候举的例子都是非常常用的例子 而且是工作当中大家可以直接用的 但是还是有可能同学会感觉到 我一旦发生变化 他就很难再去写出新的教语 这是因为你练的太少 你只要把我们这个例子多写写就会有效果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时间 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说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